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事到此为止 我不想再听到有人谈论吊灯的事 就算哪一天我被人干掉了 你绝对和崔小姐无关明白吗 马先生 你能不能过来一下 你去吧 我和贺坚守在这儿 贺坚 注意点屋里的动静 走吧 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问你怀疑崔元元的理由 那个吊灯掉下来之前 崔元元去过阁楼 而且 崔元元小姐去过阁楼 对 但是她不肯说 她去那儿到底干了什么 很显然 吊灯的事跟她有关 应该采取行动 那不行 还不能轻举妄动 因为陈大德看她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吊灯就是她弄下来的 所以先按兵不动 静观其变 好吧 好吧 但对她的一切行动 我们要严密监视 只要有我在 没人能够杀害你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你不用再担心什么了 可我不能解释去阁楼做了什么 我没办法说 你还是让我走吧 你哪儿也不用去 我是信任你的 这就足够了 可是他们都不相信我 甚至认为我会伤害你 这样被人怀疑 你知道我多难受吗 我当然知道你的感受 我去辞退他们 不要 虽然他们有时候不近人情 但也还算尽职尽责吧 你的安全需要他们保护 真是个通情达底的女人 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你 我倒是没看出来 我只看到你每天乐不思熟地 玩着台球很开心 根本无视我的存在 对不起亲爱的 请给我个机会补偿你 那你带我散散心吧 整天跟他们待在一起 我都闷死了 那我去跟他们说一说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是怎么认识的吗 在昆明郊外的湖边 你当时正在钓鱼 看到我来你还发脾气 嫌我打扰了你的雅兴 我是针对送你的人 既然给我送来这么一位漂亮的女士 那些人就应该马上离开才对 找个安静的地方带我去钓鱼吧 真是个好主意 我们马上去 宝贝儿 我去准备一下 马云飞 马云飞 怎么了 出事了 那个老家伙要去钓鱼 钓鱼 快进去看看吧 回家 在外边等我 好的 陈长大将军 现在出去钓鱼真的不是一个好时候 这段时间我过得实在是太紧张了 想出去散散心 有什么不可以 就算是犯人 也应该有放风的时候吧 又怎么了 陈纳德说要去钓鱼 怎么那么多新花样 玫瑰 不能让他胡来 请你再忍耐一下 还有两天 还有两天就是开学典礼了 两天以后你再去钓鱼好吗 你们不是号称是最好的保镖吗 难道连我钓鱼你们都保护不了 如果你们这么无能的话 我可以向蒋总统要求 换一批更好的保镖来 马先生 你过来一下 他说得出做得到 他跟你们总统夫人的关系不一般 我知道 好的 陈纳德 这样 钓鱼可以 但是今天不行 等我们准备一下好吗 好吧 最晚不能超过明天 就明天 嘿 马先生 别再找崔小姐的麻烦 我从来不是一个主动找麻烦的人 那就好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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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你 香水 雪月爱送我的 是吗 拿来我看看 这个味道我好像在哪儿蒙过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个香水是意大利一个古老的私人作坊生产的 产量很小的 他告诉我是一个欧洲外交官送给他的 你怎么会闻过 出什么事了 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怎么回事 今早邱青泉军长的车 在前面拐弯的地方冲出了公路翻下了山 我们正在现场调查 人怎么样了 邱青泉军长在发生事故之前就跳车了 安然无恙 有一个警卫摔死了 怎么会这样 是这样的 这个弯道前的路段坡度很陡 车速稍快就会杀不住车冲下山去 所以也要请你们注意 过前面弯道的时候 车速一定不能超过三十公里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怪不得叫他邱疯子 这次不死算他命大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能让我这个外国人了解一下吗 跟他说说 我们现在经过的地方叫野驴坡 是重庆众多坡道中最有名的 不但倾斜度最大 而且坡道尽头就是一个超过九十度的急转弯 如果拐弯时车速过快 就会冲出坡道跌到悬崖里去 我们每次出去都要经过这里吗 是必经之路 还记得上次我用四十公里的时速 过这个斜坡的事吗 还好意思说呢 那次害得我跟博士被老鱼吐了一声 坐稳了 我要加速了 你 回来了 回来了 钓鱼的地方我们检查过了 明天一早我们陪陈纳德去钓鱼 你在家守着 行啊 我乐意至极 罗特呢 已经回去休息了 没什么事我们也回去休息了 等等 还记得这个吗 志伯 你又把它给捡回来了 这可不是原来那个罗姆 都一样啊 我用一模一样的罗姆做了手里实验 实验结果表明 这种反向丝口设计的罗姆最大的特点就是 楼梯的震动不会让他越来越松 只会让他越来越紧 那这么说 陈纳德说的情况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啊 对 只有一种可能 他遭到了人为的破坏 可不可以 我感觉着 太可怕了 放心 先多wi !' mest 走了 宝贝 宝贝 你怎么还没换衣服 车在等我们呢 去钓鱼一定要趁早 真对不起 亲爱的 我今天特别不舒服 不能陪你去钓鱼了 你不要紧帮 没关系的 老毛病了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这可惜不能陪在你身边了 要不我改日再去 我留下来陪你 不用担心我 没事的 你自己去要玩得尽心 他们来催你了 快去吧 你确定没事 那我去 去吧 再见 将军 崔小姐呢 她身体不舒服 我们走吧 马先生 我不放心崔元元一个人在家 我留下 你们陪将军去钓鱼 快点 你们俩还磨蹭什么 快走 这事就这么定了 罗特 好 再见 将军 再见 将军 再见 将军 将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小姐呢 美不是吗 在为你监视湖面呢 你们两位不想享受一下钓鱼的乐趣吗 等你走了 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享受 你说的倒也是 想好了吗 我不走这儿 走过了就不能变了 必须走到这儿 用我们中国话讲 这叫落子无悔 随小姐 你要出去吗 是的 我听将军说你今天身体不舒服 你应该待在家里休息 家里太闷了 我要出去转转 外面不太安全 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我才不管呢 我不想和一些闷罐子待在家里 按照规定 没有我的许可 谁也不能离开这间屋子 你也不例外 罗特先生 我去哪里是我自己的自由 明白吗 如果你对我的决定不满意 可以向我的上级投诉 但在此之前你必须听我的 你这样做事侵犯人权你知道吗 人权 现在是非常时期 普通法律并不适用 罗特先生 我看错你了 因为你跟他们一样无聊 李先生 这两天事情太多 我有些累了 我想回去休息一下 反正也没什么事 你就去睡吧 都小半天了 一条鱼也没钓着 如果我只是为了钓到鱼儿来 不就成了渔夫了吗 其实钓鱼的乐趣在于 激烈搏斗前的那种静静的等待 要吗 不了 那些杀手也在等待 静静地等待着加入这场激烈的搏斗 来一口吗 不了 快了 明天就要举行中国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了 我多年的努力终于要看到结果了 陈岚德将军 不管怎么样 感谢你为中国做的一切 说感谢的人应该是我 是你们中国给了我这个机会 让我这个推议老兵获得了新生 马先生 如果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 你打算做什么 我 我干什么不重要 如果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 我会把这个机会献给我的国家 不把鬼子赶出中国 就算重生一百次 又有什么用呢 其实战争未必是坏事 一个国家只有经历了战争 才有可能重新站起来 可是对老百姓来说 战争就是一场灾难 我感觉天余大鱼 是大家伙 快快快 来来来来 快 往这儿拉 往这儿拉 哇 不错呀 陈岚德先生 这条鱼可不小啊 是死鱼 不对 这鱼有问题 躲开 我等 趴下 怎么回事 还用说吗 有人在鱼里放了炸弹 这条鱼 怎么那么眼熟啊 菜都买回来了 都在这儿了 这些东西足够那给美国佬吃四天了 你看 这鱼多新鲜啊 这鱼是我买的 回去 快走 走 有事吗 已经七点了 按道理他们应该回来了 别出了什么意外 我在想 要不要去找他们一下 等我一下 回来吧 回来吧 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事 志伯 你带陈岚德上楼去休息 和监 走 只剩两条了 只剩两条了 基本要做鱼嘛 这鱼你动过吗 没有啊 今天有谁来过餐厅吗 我 李志伯先生 对了 早晨你们走了之后 崔元元小姐来这儿想找点吃的 当时我跟她说 没有李志伯先生的同意 我是不敢私自开火的 所以她从冰箱里 拿出几颗草莓就走了 好 没事 你去忙吧 哎 你们不觉得今天崔元元很奇怪吗 怎么了 她平时总跟在陈纳德身边 今天钓鱼她没去 我们回来她也没有出现 走 去崔元元房间 马云飞 发生什么事了 陈纳德将军 你的崔元元并没有在房间里边养病 她可能在湖边还没有回来吧 对 现在立刻全程搜捕崔元元 老云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那么多 总之你先把人给我找了再说 就这样 我告诉你 崔元元她不是杀手 那你告诉我 崔元元为什么逃跑呢 我说了不是她 陈大德 请你面对现实 现在所有一切都证明 崔元元一定有问题 将军 他们说的是对的 是对的 如果你搞错了 不是道个歉就能完她 你去哪儿了 病了还到处乱跑 家里太憋悶 我出去转了转 你们都回来了 亲爱的 现在你必须要告诉我 你今天到底去了哪儿 这是我的隐私 我不想说 你必须说 你知道现在事态有多严重吗 你说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你在审问我吗 崔小姐 你还是把实行都说出来吧 这样大家伙都会舒服一些 我不能说 你还是说吧 这都是为了你好 你不要逼我 我真的不能说 你 崔小姐 你必须说 我不说呢 你可以试试看 你 你要再一意孤行的话 连我也救不了你了 陈大德 你还是上楼先休息吧 崔小姐 其实无论怎么样 我都希望你 高涵交给你了 和谦咱们走 又想着你 有什么东西 就不离我 感谢大家 不要解开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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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希望你这一阵子不要离开重庆 我明白 你放心 在媛媛被解除嫌疑之前 我随叫随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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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上楼去看看陈大德 陈大德 怎么样 把他给放了吧 我们冤枉人家了 怎么回事 咱们跟陈大德钓鱼的时候 他在林彬酒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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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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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小姐 怎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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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打这么一个绳结呢 这不是用来自杀的 是用来杀人的 这就是打这个绳结的真正过敌 明白了 是他杀 如果是他杀的话 死者的身体上一定会留下其他伤痕 喂 也是报告出来了 你说 明白了 不认识 完全符合我们的推测 在验尸的过程当中 厨师的身上发现了搏斗痕迹 既然是他杀 我们想想 谁是凶手 我们赶到的时候 他大概死了十分钟左右 在这期间 谁有时间作案 崔媛媛肯定没有 这段时间 我们两个在谈听谈话呢 我跟博士在一起 是听到他喊声才跑下来的 而且河坚还有陈纳德 也都没有离开过房间 那罗特在哪儿 谁看见他了 很明显 罗特的嫌疑最大 而且刚才在餐厅 崔媛媛跟我说 吊灯掉下来那天 罗特也去过阁楼 虽然这样 但我们还是拿不出有力的证据 来证明罗特就是凶手 我们可以想办法去他房间看看 看看有什么有力的证据 他一直都在 根本没有机会 我想办法把他给引开 你们两个去看 你准牙了 罗特 睡了吗 开门哪 好的 来了 罗特 好 好